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台答复上次会议张俊雄委员的咨询 院长指出政府和人民都应该依法守法 法律的实体必是正教法律的城市的白理 如果有违法的具体的行为的事实 能够违法的都要求到同样的事实 如果没有具体的违法的事实 那么就不应该这个有冷户的事实 同样就要犯的包装 3月6号 院长跟其他四院院长 以及三军总司令等文武官员 在松山机场欢送李总统灯辉先生出国 做为期四天的新加坡访问 3月7号 院长率同全体政务委员 跟各部会首长列席立法院答复咨询 咨询在下午正式展开 刘兴胜委员关切国内的经济情势 与院长答复说 赵绍康委员对于院长 在代理总统期间 如果海峡两岸发生战争 院长要如何处理 提出了咨询 院长说 如果发生战争 我们就为列克统员部的宣布 这个经济的上体 来保护国家的安全 所以一切是以国家安全为一个出发的 院长在答复李友级委员的咨询时表示 今后政策规划是要配合 时代潮流并且重视全民利益 对脱续现象也要有维护法律的决心 政策规划是要配合时代的潮流 走在时代的前端 只要是有利于国家 或者民众的时机 我们不能够怕麻烦 不要怕阻力 3月10号院长在答复赵少康立委 对于中央银行采取紧缩信用措施 影响一般民众的购物贷款能力 这个在咨询的时候答复说 房地产长得不合理 所以控制对于有房地产有关系的信用 是一种有效的办法 不过我想对于我们中低休息的人 他们需要的房子 尤其是第一次购买房子 过去没有买过的 我想我们政府应该帮他们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想我叫中央银行采取进一步的研究 是不是释放于一步就 3月11号院长接受台市记者许浩平等人的访问 表示了政府对国内游资泛滥的态度 主要的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游资 达入到这个投资方面 使它这个资金有尽当的一个出路 几次呢 比方就是开发这个资本市场 以及发展这个各种的民营事业 我觉得墨西政府做的这种的 还是这个增加公共的投资 3月12号院长在外双溪至善公园植树 除了表示对一代伟人国父孙中山先生的缅怀尊言之外 也代表了响应绿化的工作 一起植树的除了稍早的李总统灯辉先生之外 还有立法院长刘阔才 司法院长林阳岗和总统府秘书长李元簇等人 3月13号 于院长在第一届太平洋盆地国家财务金融会议的揭幕典礼中 致辞指出 超额储蓄已经成为我国金融最困扰的问题 今后必须有更积极灵活运用的做法 院长也表示 这次的会议可以为我们目前面临的经济引诱 提供参考的解决途径 3月13号下午 院长在表扬77年度 杰出应用科学和技术人才的颁奖典礼中指出 全国杰出科学与技术人才的选拔表扬 是遵照蒋顾总统金国先生的指示办理 主要的目的是在配合国家的整体建设与发展 扩大培育及运用各种人才 并且鼓励科技人员长期从事研究发展 希望获得丰硕的成果 对国家社会做出优异的贡献 3月14号 院长在下午的答询报告中指出 政府已经把平易物价作为今年的市政重点 除了已经采取的各种措施之外 还要继续努力 希望抑制通货膨胀 对于是不是开放期货市场 院长答复说 目前我们过来往进这个幸福市场的机能 可以说没有充分的发挥 所以我们目前不考虑 这个开放往进的机会的买卖 对于商品的机会方面 我们觉得墨基有这个需要 3月17号 院长在立法院答复 有关全民健康保险 以及平易物价等问题时说 我们也希望民间能够跟政府通力的合作 这个理解也不要人意的来换的物价 而消费者大众 同于人也希望能够发挥一个自衡的力量 我们共同来维持我家的问题 另外院长在答复 有关临时条款废纸的问题时表示 临时条款可以修改 但不可以轻言废纸 否则今年年底的选举就无所依据 领时条款 尼加修订了 而不尼于秦也废纸 这只是标准我故隆的一个看法 实际上这个废纸 同志修订的都是国民代表大会的权利 3月17号 台式新闻世界报道 以于院长郭华先生为新奇人物的报道主题 而于郭华先生正是今天 我们台式新闻世界报道新奇人物专题的主角 首先我们就来看看 有关于于先生 他在他的学经历 特别是他的政绩方面的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于国华先生民国三年生 浙江奉化人 美国圣约翰大学荣誉博士 清华大学毕业后两年 也就是民国25年 即担任先总统蒋公 是从事秘书 直到民国73年 出任五国行宪第11任行政院长监 立任中央信托局长 中国银行董事长 财政部长 中央银行总裁 金建会主任委员 是我国多年来财经推动的主力之一 于院长在美国哈佛大学 和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研究之后 也曾经出任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副执行董事 以及国际货币基金会 和亚洲开发银行 中国理事 这是我国政府首长当中 相当熟悉国际经济事务的一位 从早期推广对外贸易 策划赋税改革 到中央银行总裁任内 开放外商银行来华设立分行 设立货币和外汇市场 实施机动汇率 一直以朴实稳健的作风从政 前日院长余国华 在立法院这个会期 提出施政报告的时候 曾经指出 我们全民的保险 可以比预定的时间提早五年 也就是民国84年 可以完全地来实施 这使得得到了全民的欢迎 而从政五十多年间 可以说对于于院长来说 他对于内政外交 特别是财经方面 都有他个人的见地 我们继续就来听听 于国华先生担任公职多年 对于财经方面 尤其有独到的见解 对于目前游资充斥的国内社会 他指出 这是多年来贸易初超 外汇累积的结果 而在货币供给额 增多的情形之下 目前除了中央银行的 紧缩信用以外 他认为更重要的是 是将游资导向正当的出路 一方面开发资本市场 发展民营事业 另外一方面 也应该注重公共投资 至于面对新的金融环境 在内政和外交上 他也有独到的见解 在您的经历里面 我们了解您曾经担任过 很多国际金融的主导的工作 那么您认为我们台湾 这样一个富庶的社会 在面对未来这样一个 多变的一个市局之下 要如何继续展现 我们各方面的总体的国力 特别是像财经方面的实力 能够让我们的在国际界 能够扮演更具足轻重的角色呢 我们要推转着这个国际上的关系 是多方面的 不能完全靠这样一个外交 而外交能够发挥的话 还是要靠经济 有这个实力 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 一方面是要加加我们 对新有邦交的国家 第二要充实我们 同没有邦交国家的实质的关系 第三我们要直接的车架 这国际的组织的各种的活动 那么我们的做法 除了这个传统的外交以外 现在我们就是要同各国 增加这个经济贸易的关系 并且要以我们过去 经济发展的经验 同特发中国家来共享 投资人面对一些政府的政策 往往会有比较过激的一些情绪化 一些反应 或者常常我们发现 社会上自力救济的情形 或者一些群众运动情形 也有点过度的泛滥 政府在未来的做法上 要怎么样更能够让民众 能够知道 政府所看的 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厉害 民间常常所看的 是从他自己的角度来看 最终的他各种的厉害 就是我刚才所讲的 我们各种的利益 必须建立于整体利益之上 不过政府的这个政策 必须要多与民间来沟通 使民间能够了解 目前我们国家可以说 正面临一个转型期的阶段 而基于一个社会的中间 于院长也有着深刻的体会 他就特别强调 目前我们全国民众应该要加强 理性和法治的观念 您担任公职很长一段时间 在这样一个时间 我相信您也观察到 我们的社会不断地在转变 面对这样一个转型期 聚变的一个台湾的社会 您没有发现有哪些 值得我们一般的民众 用心思或去警惕的 这个目前的社会是在一个专心的这个阶段 我想这个是一个开发中的国家 从一个传统的社会 构渡到一个现代化社会的必然的一个构成 最重要的呢 我可以有两点我们必须注意的 第一就是要发扬离心 在松脏这个权力意义的时候 我们必须扬起这斗争 而是对的这种形态 特别要尊重庞生的这个权力 第二就是要守法 守机 政府要以法行事 每一个人在工作的时候都难免会碰到困难 或者是挑战 而特别是如果担任职务越高的话 那么工作的压力也自然相对的会更大 接下来就是愚院长的内心化 这感觉困难 就是这些这个重达而影响行愿的决定 往往必须在很短的时机以内就要做出来的 所以这个时机上非常的紧迫 至于我个人这几年来比较感到安慰的 就是我们能够在这几年内 顺利的来推动 完成了建言以及吉他重达政治的高兴 而且经济能够持续的 稳定的成长 人民的生活很富裕 而且都能够充分的就业 这当时都是政府各部门 和全体国民共同努力的这个机构 担任政府首长工作的忙碌是可想而知的 而如何安排我们的休闲生活 特别是要如何充实知识 以及当你面对挫折的时候 要如何自处都是相当重要的 接下来就是我们新奇人物 余国华先生专题的第五个部分 生活篇 大部分的时间差不多都用着处理公文 因为时间有些 平时在这个办公室的时候 都要积极可能出些会议 所以大部分的时间都划掉 所以有许多重要的工作都要带回家里去 所以这个家庭的生活并不太多 有时候同内人聊聊题 之外就是在晚上的时候看一个电视的新闻 我自己大概经常看一些这个媒体的报纸了 以及我们国内重要的冊子 国外的冊子 有许多的资料还是要不要去新闻局其他的工具给我 在负责一些工作的时候 偶尔碰到一些挫折或者推动一些计划 而没有办法完整推行的时候 你是怎么样调整自己的心情 然后以更愉悦的心情再继续地向前迈进呢 处理国家的尸体 不可能媒体的尸体都能够移交集合来推动 所以这个遇到凑捷 也是我们在这个预料之中的 所以凡是遇到凑捷的时候 我们就要把这些事来加以检讨 为什么发生准捷 如何来补救 然后再把这个办法重新的粘定 我们继续地还要想办法传递的推动 新奇人物的最后个部分 我们来看看行政院长余国华先生 他的座右铭 其中印含着应该要盛蒙能断 处变不惊 特别是应该要心胸宽大 或许也值得你我参考 大其心荣天下物 平其心论天下事 虚其心守天下善 前其心观天下理 定其心应天下变 3月21号 院长在立法院回答质询时指出 有关今年公教人员调薪12% 原定分两段方式 也就是每月新奉调整5% 而加发一个月的年终奖金 这是为了不影响其他业者 而在年终奖金方面 又能和其他的民营企业一般 但是既然一般的反应是反对 院长决定还是尊重大众的意见 竞争员愿意不扯大家的意见 取消原来说你分为两个部分来调整的方式 79年度 中公教人员 跌离的调整是增加10% 还是以较往年调整的方式来拜理 并均分泰在每个月分击中来发解 3月22号上午 院长在行政院会客室 接见了来华访问的爱尔兰国会议员 波兰等一行12人 院长除了表示热诚的欢迎之外 也希望他们在访问期间 多多参观我国的经济建设 增加他们对中华民国的了解 在舞台中 院长和访问团团团员 就如何拓展我国和欧洲地区的经贸合作关系 广泛交换意见 3月23号下午 院长参加了执政党高阶层谈话会 由李国鼎常务委员主持 会中还有行政院副院长施启阳 各部会首长 以及立法院长刘阔才 副院长梁肃荣 跟执政党党级立委参加 于院长在报告中指出 编列2129亿元的国防预算 主要是为了加强台海保卫能力 和海空防卫优势 而对于社会福利 教科文经费 以及加速公共投资的部分 院长特别希望党级立委支持 3月24号 院长在立法院报告 7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时指出 今年和明年两年 主要工业国家经济成长率会逐渐下降 不利于我国对外贸易 因此国内需要的增加 将为经济成长的主要来源 估计79年度经济成长率将达到7.12 院长同时指出 公共支出今年做了较大幅度的扩增 79年度中央政府的预算 支出的金额 离动信建北部第二高速公路 台北都围去大众接用系统等 它并于是返配79年度支用的部分 一共比了一兆 一千七八九十亿元 院长在答复林连辉委员 对于发行公债的质询时表示 我国发行公债的额数一向偏低 也没有超过法定的标准 而且公债都是用于公共建设 我国的公债 在我们国民生产盟 这个百分比大概是百分之十一跌六六 比较其他的国家还是比较低的 3月27号立法院加开院会 与院长列席答询 有关回收战事受填证预算的问题 院长表示 有关回收战事受填证 目前正积极研究办理中 预定以特别预算的方式来加以处理 那么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进去研究 还在这个协调的中 如果这个案子通过以后 某间的预算是没有的 因为这项的数字相当的大 可能会调过几百亿地比以上 所以我们预备通过以后 再来建立一个特别预算 3月28号 院长在立法院答复委员 针对劳基法提出的问题时指出 劳基法最初制定 是为了一般工厂制定的 后来扩大涵盖全部的劳工 因此发生了许多不适用的问题 政府正针对这些现象 修改劳基法 以后还要全盘修正 把这个修正分为两个部分 就是目前继续修正的 是把它修正 有许多基本的问题 得第二次再来修正 假设是要整个的修正呢 恐怕花的时间呢 很久也许有完不及时的困难 那么这个部分呢 我们进在集结这个进行的当中 3月29号上午院长参加了在原山中列祠 由李总统清临主祭的中枢春季国商典礼 现场黄菊盆松香烟鸟绕 庄严肃穆 典礼历时7分钟完成 3月29号院长应邀立临在建坛青年活动中心 所举行的中华民国各界纪念革命先烈 及庆祝78年青年节大会 院长在会中勉励所有青年朋友 要精诚团结艰苦卓绝 以青年的热情和朝气 为国家开拓光芒万丈的虔诚 第一要在一起的主持 第二要终告党的 第三要坚定信任 请你们留纪教育配方 后世间社民主义 因为光用的资责 3月31号院长在立法院 针对教育社会福利 跟大陆政策等问题提出答复 院长在答复有关宽列经费 推动大陆民主运动的质询时指出 宽列经费来推动大陆民智 民智化人权的运动 我想这个我们将来 探射机的需要 我们可以配合得住 庄ह仲垂 海洋 若 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